今天的ET个股推荐是中移动941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组简选 原因是全球积极推进5G、6G技术发展 目前5G技术已经发展到5G advance阶段 预计2025年将会开始逐步商用 而随着6G通讯技术发展拉开围幕 有利6G商用时代加速到来 相关的产业盈利投资机遇 股份可以关注中移动 中移动近年深度参与6G推进工作 承担6G的字简网络架构 无线空耗AI等10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主导提出数字MASA智慧犯在6G远景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等候62元附近吸纳 目标先是67元区跌穿58元减持 需要留意的就是6G的研发将会增加集团资本开支 每个人都有它 顶及机转的项目 每个人都可以挽放 每个人都可以挽放 其实只要用一些 两个人都可以挽放 小型转型召开 最终的小型召开